我们来看第十一题 已知fs为三次多项式 且f1等于0,f-2等于0 又fs除以s加1的预议式为4 fs除以s-2的预议式为28 是求f0的值为何 那么给我们一个三次多项式fs 那么告诉我们f1等于0 把1带进去这个函数值等于0 那么意思也就代表s-1 那么就是fs它的因式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因式了 fs它的因式 那么同理f-2等于0 意思也就说那么s加2 那也是fs的因式 那么因此我们就来假设这个多项式fs 所以我们就假设fs等于 有s-1这个因式啦 也有s加2这个因式啦 所以我们就得到2次4啦 但是题目告诉我们说fs它是一个三次多项式 2次我们还少一次 所以这里再乘上一个一次的因式 这个一次因式呢 我们就假设它叫做as加b 那么因此呢我们的多项式fs我们就假设完毕 接着我们来求a跟b的值 那么题目说呢fs除以s加1它的预议式是4 所以呢如果我们令s加1等于0 那么意思也就说呢我们就得到s 那么就会等于负1 啊所以呢我们把s如果把它带负1进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就是于4 啊所以这个值呢就会等于4 那么因此呢s带负1 负1-1这里呢我们得到是负2 那么负1加2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得到是1 再乘上呢负1乘上a这里我们得到呢是负a加3b 啊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关系式 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就得到是负a加3b 那么就会等于呢把这个负2呢跟4除过去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得到是负2 这个关系式 那么接着呢题目又说fs呢如果除以s-2 它的预议式呢是28 啊所以呢如果令s-2等于0 那么因此呢我们的s带2的时候 也就说呢f2的值 那么就会等于它的余式 它的余式呢就等于28 啊所以呢我们把2带入这个fs来计算 所以呢2-1我们得到呢是1 再乘上来2加2我们得到是4 那么再乘上来s我们带2 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得到是2a加3b 那么因此呢我们又得到一个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呢就是2a加3b 那么就等于呢把这个4除过去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47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得到两个方程式 那么利用这两个方程式呢我们来解除a跟b的值 所以呢两个方程式就可以解除a跟b的值 计算结果呢我们得到a是3 得到b呢是1 那么得到a得到b 换句话说我们就得到这个多项是fs了 也就说呢fs就等于s-1 那么再乘上来s加2 再乘上来as加b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a已经知道了 所以是3s再加上b 那b呢就是1 所以呢我们就求的fs这个多项是 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求f0的值 那么要求f0的值 那么就代表了s我们要带0 所以0减1这里我们得到是负1 0加2我们得到呢是2 那么3乘以0是0 0加1我们得到呢是1 所以计算结果得到这个值呢就等于负2 所以题目呢要来求f0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f0的值 就等于呢负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